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上下矛盾桩 让肩胯都松了 有了内气感 这是你首先要做的 所以说练习太义权呢 一定要懒练 慢练 不要急于求成 那么你越是下苦功 急于求成呢 那么就事以愿为 因为我经常呢 听到粉丝呢 这样给我留言说 菲威老师 那么我练几天 我就有内气感呢 我练了几天 那就有松沉的感觉了 哎呀 我听到这个话很无语的 他就不明白了 什么是传统的内加拳 那么内加拳呢 不是神话 咱们要脚踏实地 一层一层的开始学习 那么你不知不觉 功夫就在你身上显现了 掌握了学义太前的一个方法 懂得了一个顺序 改变了你一个思维方式 一个认知 这样的话 你才能轻松不累 就跨入了太极拳之门 好了 今天呢 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计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